附近旅社直接服務人員伸手把一碟鈔票交到男子手裡 拿完錢後繼續操作手機 完成後續退款流程 表面上看起來正常 但其實他是一名詐騙慣犯 二十四歲蔡姓嫌犯 利用兩面手法先在臉書社團 洋裝販售平煙火 再向台中逢甲鄉村民宿業者訂房 接著將店家提供的匯款帳號 給買家匯款 讓別人匯款自己取得住宿服務 事後還向旅館退錢 類似詐欺事件還不止這一起 男子被上課後 搞舉雙手向遠景收身 警方逮捕二十二歲無姓嫌犯 因為他在臉書出售便宜的中古手機 和網友談妥價格後 另外向遊戲平台購買虛擬遊戲幣 同樣取得匯款帳號後 提供給想買手機的買家匯款 警方在桃園將他逮捕 當場查扣兩支手機和現金七千元 類似雙面詐騙的事件層出不窮 台中警方調查 詐騙集團玩雙面手法 一邊扮演賣家 向買家謊稱出售商品 換個帳號再辦買家 向第三方賣家修費 取得匯款帳號後 提供給買家匯款 付款後消費者 卻遲遲沒有收到商品 向平台檢舉 第三方賣家的帳號 就會被警示 詐騙集團取得商品 藉此倒賺黑心錢 類似第三方賣家進行的詐騙手段 又稱為三方詐騙 類似手法層出不窮 因為網路具有匿名性 民眾在網路消費時 可要提高警覺 進行的賴文中 高宇鎮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敬好新聞